娃娃TV 哈囉大家好,我是Lisa 這幾天呢,美國爆出了用錢賄賂買進大學的新聞 據說有33名家長透過中介、學校 去偽造他們子女的各種成績、資格 來取得一些名校的入學資格 這次被波及到的學校有包括 Stanford、Yellow、UCLA、USC、喬治城大學等等的名校 這33名家長裡面除了有很多富商名流之外 還有好萊塢明星Felicity Huffman和Lolly Loughlin也在名單之內 據說他們是捐款給一個叫做Waylen Singer的人的基金會 而他這個基金會就會幫助他們的孩子進入名校 那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呢? 讓我們來學習一下 他們使用的方法大概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把他們的孩子包裝成運動員 然後去賄賂大學的體育教練 用提保生這種方法進去的 那提保生也不是你說提保就提保嘛 需要有一些證明啊 你知道他們怎麼做的嗎? 像這樣 沒錯 就是用Photoshop合出來的照片去提交做證明 來證明自己的專長 不過應該沒有像我合得這麼粗糙啦 那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偽造自己有學習障礙的證明 在美國如果你有學習障礙的話 你是可以被單獨拉出來到另外一個房間去單獨考試的 而且時間也會延長 那他們呢就是利用了這一點 去賄賂一個SAT或是ACT考試的監考員 在考試的時候呢幫助學生作弊 或者是在考試之後呢幫忙修改學生的答案 好孩子千萬不要學喔 喔不對這不是一般人學得起的 你知道他們每位家長呢至少都花650萬美金以上去做這些事 最見的是他們繳的賄賂款呢是捐款 而捐款呢是可以抵稅的 所以這還有涉及到稅務的問題 我現在心情很沉重 我嚴重懷疑我本來應該是可以上Stanford的 因為他們的賄賂佔了我的名額 所以我被刷掉了 好啦開玩笑的啦 我有知之之明我根本就沒有升級Stanford 不過他們佔人家名額是事實啊 肯定有很多人是因為他們佔名額 所以沒辦法上自己本來應該可以上的學校的 其實在美國這種花錢進名校的很多啦 有很多婦人呢他們就是透過大量的給學校捐款 來增加自己兒女進名校的機會 但據說現在這個捐款金額呢也越來越高了 如果真的想要透過這種方式進名校的話呢 聽說啦現在最少最少都要1000萬起跳了 相比之下650萬便宜多了 好啦那今天就收到這裡 大家不要忘記去幫我按讚加分享 還沒訂閱我的朋友們呢 也不要忘記去幫我按一下訂閱 然後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另外Lisa也有Facebook跟Instagram 有興趣的朋友們也可以去幫我按讚一下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